管理委員會會按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 去決定和進行有關補選的工作 在糧油案上,相關的司法程序完成了 其實選舉事務處對於有關補選的前期準備功夫 其實都開始了 不過會等選舉管理委員會 他們就回補選的安排,他們作出的決定 以及根據法例,亦都會有一個公佈的 我相信因為我們都注意到 另外在有四位的案件 他們的上訴的期限其實都很快就會到 會在9月11日 所以我相信屆時應該會就回有關的情況 會比較清楚 我相信有關的補選安排是怎樣進行 屆時我相信會比較明朗化 國歌法那裏,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通過了國歌法 我都知道它應該都仍然有一些法定的程序要去做 所以我相信在國歌法裡的最重要的原則都是 國歌是國家的象徵 和一個標誌 所以就必須要去尊重這個國歌 我相信這個亦都不會有人有異議的 而具體上在本地立法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也是按回香港本身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來去制定我相關的本地的法例 在過往我們在國旗法、國規法都是一些全國性的法律 在附件三裏面 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我們透過本地立法來去制定這些法律 我們一起去制定的法律